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2018年8月2日,在非洲肯尼亚境内拉木群岛的一个帕太岛上,发现了中国明朝古墓。 这无疑是中国和非洲,乃至是对于整个世界,都是一个重大的发现。 同时,人们也非常疑惑,为何明朝古墓会在非洲,经过仔细挖掘后。 专家仰天长叹,六百年前中国真是强盛。 帕太岛是拉木群岛中最大一个岛屿。 当地人还常说,六百年前有二十个中国水手,占一艘中国海船沉没前。 为了逃生爬上了帕太岛。 而这岛上的居民,也自称是中国人的后裔。 在生活习性上,保有很多中国方面的传统。 甚至非洲的一位叫谢里夫的女孩说,自己是郑和船队的后裔。 在2005年,特意跑到中国来寻亲。 在六百年前,宁城祖驻地派航海加镇和率领240多艘庞大的海船,2.74万名船远远航。 镇和七次下西洋。 每次都是从苏州留家港出发。 先后访问了30多个在亚洲和非洲的国家。 最远到达了非洲的马林和曼巴萨。 分别是今天的马林迪和蒙巴萨港。 都位于肯尼亚。 镇和下西洋,是中国历史上耗时最长,规模最大的航行运动。 同时还是当时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系列海上探险。 镇和能够七次下西洋,可见背后国家的繁荣昌盛和强大。 镇和更是成为了拉木群岛上的一个传说。 镇和,1371年出生,年轻时候就服侍在朱棣的身边。 还为朱棣出谋划策,富有军事才能。 朱棣对镇和也颇为重视。 静难之役后,朱棣当了皇帝。 镇和就升为了内官兼太监,是称三宝太监。 宣德八年,镇和第七次航海返航时,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,也就是今天的印度卡利卡特。 虽然在拉木群岛流传着中国的传说,不过因为这个地方,在17世纪发生过战争。 大多定居的物证也损毁殆尽。 2010年2月23日,中国第一次跨国考古,在非洲肯尼亚,来寻找有关600年前镇和船对下西洋的文物,遗迹等。 当时发现了40多处有关中国古词的遗址。 而2018年,在帕泰岛上发现的古墓,因和穆斯林的墓地差异太大。 它的墓碑是朝向东北方向的中国。 香马墓碑的是中国瓷器。 墓地里还有不少的永乐通宝铜钱。 与穆斯林西北方的朝向,和阿拉伯明文等大相径庭。 引起了人们的重视。 后考古和专家表示,这出自中国明朝时期。 据说幸存的镇和船队船员,先是在帕泰岛的老上,家村居住。 14世纪到16世纪也是非常繁荣。 17世纪时受到战争的影响。 一些远走他乡。 一些则是迁往距上家村10公里外的西游村。 从此定居。